来看到这名小资女 他平常就是上班族 辛辛苦苦的把钱给存下来 但是接到了诈骗集团的电话 误以为自己网路购物 遭到重复扑款 必须要解除账户的设定 所以从下午五点多 他贵款到凌晨一点 陆陆续续跑了好几台的ATM 结果辛辛苦苦存的一百二十几万 瞬间被骗光 诈骗集团张姓主贤 和底下车手小弟悠哉的坐在餐厅 分配从提款机领来赃款 让警方上前包围只好束手就勤 警方发现主贤为防止车手黑吃黑 好为扣留身份证等证件藏在鞋底 鞋子里面藏什么东西 很有证件 主贤每个月靠车手分配的赃款 月入五十到六十万不等 到现在已经有三位民众受骗 一名三十岁的小子女 接到诈骗集团电话 声称她在网络买两千多元的日常用品 重复扣款 必须解除账户设定 女子先后跑了四家银行 回家后再用网络银行转账 从七个账户转出一百二十多万 诈骗集团跟她声称是 购物的数量输入错误 所以一直请她去提款机操作 大概五点多的时候接获到电话 一直操作到凌晨的一点多 诈骗集团不断以操作错误 拐骗女子汇款 女子依照指示 直到天亮才发现自己受骗上当 警方长期布线逮捕诈骗集团五名成员 依照诈欺罪移送法办 记者热文中刘建议 SNG小组台中报道